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保障大家的供应 无论是粮油米面 还是你们工厂需要的棉纱 我们都会给大家保障 所以今天 无论是工厂的代表 还是弄行的居民 如果你们有紧急的需要 确实需要这些物资 你们可以到我们定点的一些粮油店 去购买粮食 购买棉纱 但是如果没有那么的紧急迫切 需要这些物资的人 你们可以先回去 请你们相信 政府一定会保障好大家的物资供给 那大家伙就赶快都回去吧 该干嘛干嘛 该回家回家好吗 各位 上海都已经解放了 我们不可能擦大家的口粮 那不成了笑话了吗 咋的 还不相信我们 还在这围着 你们一个个看看你们刚才的样子 着急忙慌的 口袋撑那么大 抢米抢粮 干嘛 当土匪吗 行了 粮食不都摆这了吗 还有啥不踏实的 回去了 回去了 可我刚从家来的时候 那粮仓明明点着了 还呼呼呼的冒黑暗呢 是烧着了 但是我们的同志们 把所有的粮食完完整整地运到了这儿 你现在就回家 看清楚了 粮库是不是空的 真的吗 不瞒大家 为了保护这些粮食 我们几位同志 牺牲在了那些匪徒手里 是他们 保护了这些粮食 在上海解放之初 陈毅市长就向大家承诺过 一定会让大家吃饱饭穿暖衣 过上好日子 现在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 我们的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你们难道还不相信我们吗 同志 刚才是我一时冲动 带着大家抢了粮 我想将功补过 我是码头工人 有的是利己 我来帮忙谢粮 还有谁想一起的 我 好 停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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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再来两个 来来来来 借满了 来 吸血